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步道就因为长期以来都没有完全去整修 所以说造成很多民众路过这边会跌倒 包括住在这边的民众 所以有很多民众打电话到我服务处跟我反应 包括不是住这边的 是因为他的亲戚住这边也是因为跌倒 所以说在这边去市政府争取了七八十万的这种经费 来改善这个步道 让我们住在这边的民众或是经过这边的民众 能够因为我们步道的改善 能够他很安全很方便的来进出 所以在私座这一段时间 也请各位民众能够小心来通过这个私座的地点 在接户成期的救世员庄龙青争取下 救世这方面特别编列整修经费 从七月开始进行改善工程 预计八月中旬完工 改善的方向是走步道 包括楼梯 包括油漆 所以说在这边如果说车辆 摩托车他可以骑波道 那如果行人骑走的话 他可以走楼梯 楼梯这边有扶手 那也经过到时候有油漆 让整个这些步道跟楼梯这边都比较泛然一新 让整个这个景观都会有改善 大概可能在八月中以前应该会完成 发报施工的仁爱区工所方面表示 雷路217项2号前路面整修工程 在施工期间暂停机车通行 呼吁用路人配合改道行驶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感谢观看